鸡翁 就是木 这个碟子的就是蓝色的色调 有黄放在这里 这个是太清兰 三清三绿 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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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汁 鼠红 大火 猪沙 猪标 很黄 画一个V字形 然后在 这个眼睛的底线这里就一条直线 就是他嘴巴的 啊 那条线 这个孔线 他的嘴巴 比那个公斤的更尖 更长 所以要注意 画的尖一点 然后尖一点 然后他的下 下面的那个嘴巴的下巴呢 也是比较宽一点 跟那个 风机的有点不同 比较宽 形成了一个很尖的那个 锁 风眼嘛 风眼 风眼就有 好像带一个眼镜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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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有一条眼线 然后这里 这里 就是他的头 这个头呢 他这里比较好像有点尖 他这个 下面也有个很很三角形 那个头了很多三角形形成 然后他在这里 比较尖角的地方啊 有几根那个毛 长长 比较长的毛 大概有十根 那也不用画的这么清楚 有十根 然后他在上面啊 有些龙毛 这些龙毛呢 也有像扇形这样 好像扇子这样 我把先把那个形状画出来 然后我们才用那个颜色 把它 现在基本上 一个头的形状有了 在家里呢 可以用湿一点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要 啊 不至于不要 因为时间的关系 快点干 这个蓝色的 太新了 它这个脖子很长 它可能比鸡的更长 而且以对比来说 跟那个鹤 的那个脖子的 天鹤 比天鹤 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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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跟 跟天鹤的那个脖子的 比例 短一点 但是很相似 然后在这里 有的地方 可以加一点墨 然后加一点墨 嗯 把它那个 你坐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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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进来吧 你坐进来吧 真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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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黄 把它调成 金黄 比较金黄色 但是金黄色不是我们需要的颜色 点点磨点点磨再点点磨 把它混成一个比较灰的颜色 这个灰的颜色也可以调一点那个 就不要让他的那个灰色显出来提一提颜色 这个是他翅膀的颜色翅膀的颜色 要画条弧形过来要怎样去画呢 那你也要知道在终点在哪里啊终点 可以说我的终点在这里我就这样画 画到这里还是不够的话我就要转转 转到终点再画 可以说我画一个上次画一下 也不一定能够画得很好 卷笔画可以比到底吧 卷笔 把那管形画出来 它是细极的管很硬的那个管 平行的线 就是那个弧形也是平行的 然后慢慢在这里形成尖细 尖细 尖细 野花点有点有点有点一样 这里一个小小的圈 缺一个口 缺一个口 不一样 清晰明了 不然 这个排列好像有一定的规律 当然 重重叠叠的就是 重重叠叠的 这个 刚才我们这个外形呢 把起来 拿给你们看 先用太清兰 太清兰 把他的 这边 好 嗯 来 啊 也可以点一点墨 我因为我这上面这里要不要比较深色 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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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他的蓝色 这个 这个 三绿 你可以看了两次不同的形态的那个孔圈 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点点在这里点一点 好看 就好看对不对 点点 点点 >< 重叠 好 Scroll 这里圈一圈黄色 然后圈一圈 这里黄色 圈一圈 我觉得 More Fern 可以放点 珠沙都混了,应该是有不同的 把这个宽的地方再画上 这样的就是他的眼睛基本的形状 然后完成 然后完成,然后这里每一层大概画两、三 两层,两层这个眼睛,两、三个,两、三个这样 这里,两、三个 然后,应该这个比较小,慢慢的比较大 但是,那后面全画好以后 绿,比较深,我们调一个比较深的绿 每一条那个线,那个羽毛,这种毛,它都有一个管 从这里,它的管在这里截取这个眼睛 这眼睛呢,它就有一些,每一些眼睛有一条一条的丝 一条一条的丝,墨绿 墨绿,加一点墨 加一点墨 它的眼睛,它用毛比较长,比较长 都是比较长,这种 拿小笔画好了 也可以用小笔画 小笔画比较细 比较细 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上面呢,它的毛是平行的,细细的毛 比较短,你看这里比较长 排列的比较整齐 它的排列的比较整齐,比较细,你看 所以,用个,也不用说用太细的笔 它就是这样 如果你那个调的尖的话就可以 直线,但是有点弯 直线 因为它这个毛比较硬 这个毛比较软 比较软 你们可以这样画 要不同的颜色 它的那个形态 它接近后面的,就比较红色 这支圆 所以画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用太细蓝 把这个地方画 然后这个地方再点一点 用个墨点一点 把它提一提 它那个玉兰花呢 一般上最好看的时候呢 就是它没有盛开的时候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这个季节 来 鼻尖朝,朝上 哦 发下来 对 一半 两半 三半 因为它跟那个牡丹呢 跟牡丹呢不同 那莲花有点像 有点好像梁花 因为它 里面是纯白色的 里面纯白色 看来有点臭 你看我就用 这个地方 用比尖朝上 画到外 先然后 用比度 你看比度 比尖朝内 这样 把它的另外的两半画出来 嗯 白色的 对 还有呢 它外面 外面这里呢 也有三半 所以全部呢 它可能有九半 三半 三半 玉兰是 这个花瓣还是比较 肥胖一点 嗯 比较好看 它很多密密麻麻的 整棵树都是 都是 都是花 很好看的 一朵 两朵 三朵 三朵 三朵在哪儿 创新 嗯 看这个 孔雀 漂亮 它有两个头 双方 那一条 嗯 来 双方 双方 你们 在家里 画园里 有这个 玉兰画的话 就知道 比较绿 比较绿 毛茸茸茸的 嗯 它这个花头 花头 嗯 嗯 毛茸茸茸的 嗯 那花头 看 双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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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生血在这里 然后它的那个比较光滑 它这个越南花它的枝很短 它不像梅花这样的枝很长 这些它就是短短这样 有一个枝就在这里分开 所以你在家里看看那个就是这个星星 而且它的那个刺刺牙牙 它因为一部像那个梅花这样比较长 梅花很长就是这样长 这个呢它很短短距离呢 它又有开又开叉 到处都是一个叉 开叉 就是让你感觉到它 在圆眼看呢就是很多不同的小小的方形形成的 所以看你画那个枝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穿插 但是基本上它都是小小的方形组成的 然后形成不像那个梅花梅花呢 就是常常的无形形成的就是很多女字 所以说无女不成梅啊 但是这个 一栏的话呢就是方形 所以可以 safety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